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官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所以林醫師 心血管的專科醫生 都會推薦觀眾朋友要吃好油 所以為什麼魚肉比較好 因為它相對富含魚油 然後再來酪梨 它是植物性的水果裡頭 富含高油脂 可是它的油脂也是好的油 那因為是好的油 所以它對於山高的患者來講 就是一個相當好的選擇 對 其實酪梨 其實也是一種富心的食物 它其實含了很多植物固醇 剛剛特別有提到說 它其實可以降低密度的脂蛋白 就是壞了膽固醇 提升高密度的脂蛋白 其實這一個富心 是很重要的一個食物 其實我們的膽固醇 如果沉移在血管表面 會造成血管發炎 而產生血管斑塊 尤其現在最近 其實大家最熱門 天氣熱的時候 常常會造成這些血管性的事件 然後最近也常常常會聽到一些天氣熱 造成心肌梗塞跟中風等等 那其實控制膽固醇是最基本的 一開始就預防血管一個周狀硬化 當你遇到這種天氣變化的時候 要注意一些補水這樣子 結果可以預防 所以血管性事件 尤其在天氣熱的情況發生 那我最近前兩週的時候 有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印度的廚師 他是來臺灣開印度的產品 還蠻知名的 那時候那一天急診醫師 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說他是心肌梗塞 他說他以為是中暑 為什麼 因為他前幾天 因為臺灣很熱 那很熱的時候 他就覺得最近怎麼一直在冒寒 而且胸口悶悶的喘不過氣來 很不舒服 然後他跟他的家人說 他覺得是中暑 所以他那時候就沒有就醫 那就覺得說 其實這種症狀一直持續 而且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明顯 所以後來他被家人勸來的急診 結果一看心肌酵素高起來 那這個心電圖產生一個心肌的 一個缺氧的變化 所以當下我就跟他講 這是心肌梗塞 然後需要做心導管 抽血當中我也發現說 他的膽固醇非常高 250 那低密度是大概180左右 那那個血糖也非常高 也是250左右 那他的這個糖化血肉到9 所以我說你有糖尿病高血脂 他說他知道 以前知道 可是他都沒有辦法去控制 那後來幫他做了心導管 發現說三條血管都阻塞 那就是通了一條左前降肢 就放了支架兩支 然後我跟他講說 下一次可能另外兩條 血管都有需要再處理 那病人就出院了 出院就給他開一些血脂 跟血糖藥去治療 那過了兩三天之後 我又在這個病房查訪的時候 又看到他的太太 他臺灣的太太跑過來 林醫師 林醫師 我丈夫又住院 我說嚇一跳 怎麼又住院 不是剛出院嗎 他說這一次是因為中風 那結果我才去了解一下 病人這一次 出院之後兩天之後 又有一個小中風 那小中風 他本來可能就是血管上有問題 心血管 可能腦血管都有問題 後來幫他做了一個 是頸動脈跟爐內的一個 血管的超越 發現他的頸動脈跟爐內的血管 都非常的狹窄 所以他長期沒有控制他的胆固醇 也沒有控制他的血糖 所以他這麼年輕 這麼在天氣熱的時候 就產生 所以小中風跟心肌梗塞 那跟大家來提醒一下 其實高膽固醇血症 其實在血管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很重要的因子 就是說你還是要注意 因為他可能會造成動脈的硬化 血管長久 久而久之就會產生動脈斑塊 那另外的話 就可能會造成冠心症 然後心肌梗塞等等 那最近大家很多新聞事件 就是腦中風 他也是會造成腦中風 還有所謂糖尿病跟腎臟病等等 所以其實高膽固醇 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高膽的話 基本上在高膽的食材裡面 對心臟科來說 是非常好的一個食材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調整你的血壓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 高血壓會造成血管的疾病 像中風 腦出血 心肌梗塞 但是他也會造成心臟方面的疾病 大家都會以為說 高血壓只是一個 血壓比較高 其實他久而久 就會造成心臟的 高血壓性心臟病 跟心臟衰竭 我最近有一個55歲的病人 他本身就是高血壓 一個高血壓心臟病的患者 那這次來他就跟我講說 他會胸悶 會胸痛 會喘 那最近他的血壓 也是控制得不是很好 我雖然開了三種血壓給他吃 可是他愛吃不吃 所以他血壓都標破180 180以上對他來說都是正常的 他自己就這樣覺得 所以我跟他講說 其實高血壓長起後 會造成心臟的高血壓性心臟病 跟心臟的衰竭 所以我會發現說 最近他的腳開始又腫起來了 所以我就覺得 他心臟病有惡化 所以我會跟他講 血壓一定要控制 控制非常重要 我常常在講說 體內的鈉跟腳 對身體的影響是非常重要 因為鈉 為什麼心臟科技師常常跟他講 你要吃低鈉 要盡量減少鈉的攝取 因為高鈉會攝取 會造成這個血份的滋留 也會增加這個循環 占著血壓的上升 他也會刺激你的交感神經 反應增強 讓這個所謂的血壓上升 那如果是假的話 他就有對抗高血壓的 保護的一個作用 那另外的話 他會促進鈉的排泄 而抑制這個 一個RIS的一個勝數的作用 讓那個血管的興奮度 可以下降 降血壓的效果